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会有肺炎的表现 剧烈的咳嗽 呼吸急促 甚至在一些非常危重的病例可能会并发心肌炎 还有脑膜炎这样的一些极端的病例 在人和人之间 它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 也是非常罕见的 主要的还是因为接触禽类鸟类被传染的 而我们确认鹦鹉热呢 首先是根据它的接触史 比如说它确实是接触过禽类鸟类 主要是鹦鹉 另外呢 就是说和它一起接触的人里边 也有一些类似的症状 那么我们会高度怀疑是由禽类传染给它的这种疾病 那么就要考虑鹦鹉热的可能 另外根据它的就是症状 当然它的症状呢 是没有什么太典型的特殊的 它和我们流感啊 新冠啊 这些症状都比较相似 那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借助就是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啊 比如说PCR啊 就是这个聚合霉链反应来进行确诊 现在呢 也有一些像红基因的一些基因测序来确诊是鹦鹉热医原体感染 其实大部分人 它的症状是比较轻的啊 甚至我们不治疗 它也可以自愈 但是一些重症病例我们还是需要抗生素治疗的 目前呢 像四环素 红酶酶 阿奇酶酶 多西环素 对于鹦鹉热医原体都是有效的 那在治疗期间呢 也需要多休息 适当的多饮水 另外呢 虽然说它人和人之间的传染是比较罕见的啊 但是还是要做好隔离 尽量的减少与他人的接触 预防鹦鹉热呢 我们首先是要减少这个和禽类的接触啊 尤其是野生的这些禽类接触 那么家养的呢 我们在购买啊 这个一定要选择这个经过检验检疫的正规的这个渠道啊 那么我们平时的这些相关从业人员也更要做好自己的个人防护 比如说咱们定期的给这个禽类的养殖的这些环境进行消毒 那我们家里面如果新的买来了这些鸟类也要先观察一段时间 平时呢 大家在接触的时候最好是戴口罩